在工地上干了十八年,老方第一次发现石头竟会生锈,他走进山坡想看个究竟,却突然发现岩壁上有一个黑洞,洞里的东西似乎很大,但光线太暗,看不清楚,几名工人帮助终于把这个东西弄了出来,拿出一看,老方心中一阵狂喜。 老方把这黑东西一拼起来,竟像个很大的骨头,可他远比骨头沉,这究竟是什么呢?老方决定把他带回家,好好琢磨琢磨。 这些年来老方凭着啃吃苦,脑子活得到老板赏识,由工人升到了项目的负责人,为了让家里人住的舒服点,老方买了新房,这不仅花掉了省市俭用的全部期许,他跟亲戚朋友们借了一些钱。 老方就盼着这工程一结束,顺顺当当把钱的钱都还了,心里也就踏实了。 如果人来 八字解读人生,风水改变命运,大家好,居士,从业风水二十六年,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,针对八字测算,风水布局,命力分析,事业财运,首相面相,感情婚姻,有独到端言见解。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,情感不顺,诸事烦心,原主可添加,本局是微信,二六六,八二一三五,一一帮你调节化解,记住微信,二六六,八二一三五。 现场的人这么多,世上没有胡同兵的墙,倒是追究起来,自己可是吃不了兜着走。 一想到这里,这老方觉得再也不能拖下去了,但因为不知道自己发现的确切是什么,老方也不知道该联系哪个部门。 他只好拨通了诸州电视台的新闻热线。 诸州电视台报道了老方的奇怪发现,新闻播出没多久,老方的手机就响了。 打电话来的这位叫佟钱明,是湖南省国土资源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。 到工地上一看,教授心气若狂,老方发现的正是不可再生的无价之宝。 经过进一步鉴定,这些恐龙化石分别为鸡脚类恐龙、鸭嘴龙、四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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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。 一万年前,这些恐龙可能死于附近的火山爆发,然后被河流冲刷致死。 老方这才明白,自己无意间发现的竟是早已灭绝的亿万年前的地球霸主恐龙的化石。 而那些会生锈的石头,其实是化石被瓦住后风化。